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 阿森纳2比1击败诺丁汉森林 比赛第9分钟 萨卡在右侧起球船中 踢球飞到后点 恩凯蒂亚高高跃起投球攻门 顶高了 随后 诺丁汉森林获得绝佳单刀机会 约翰逊面对出击的门将 直接推射 踢偏了 也踢高了 这样的机会对于诺丁汉森林来说非常难得 没有把握住太可惜了 第20分钟 诺丁汉森林门将开大脚 恩凯蒂亚伸脚拦截 把球挡出了底线 6分钟后 阿森纳进球了 马丁内利在左侧突破 面对两人包夹 来一个马赛回旋传球 恩凯蒂亚得球后内切进射 皮球折射入网 阿尔特塔挥旋狂欢 阿森纳取得领先 第32分钟 阿森纳再次取得进球 萨利巴把球传给萨卡 萨卡顺时内切都射圆角 皮球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钻入球门左上角 门将把身体拉到极限都没能把阿球扑出去 阿森纳迅速取得两球的领先优势 第37分钟 萨德高送出直塞球 恩凯蒂亚前插近距离抽射 被防守球员反铲封堵 6分钟后 赖斯在外围尝试一脚远射 门将侧铺把球没收 半场结束 阿森纳2比0领先诺丁汉森林 下半场一边再战 平贝尔殷伤被换下场 富安健阳替补补上场 第52分钟 萨卡在右侧强行带球突破 但还是被破坏了 三分钟后 约翰逊在门前胸部停球后直接射门 门将把球挡了出去 这球就算打进也没用 越位在先了 第69分钟 埃纳在禁区外来一脚远射 打进脚 踢球蹭在托马斯身上偏出球门出了底线 第75分钟 哈福茨把球回传给赖斯 赖斯直接推射 门将把球扑了一下 击中力助弹出 赖斯太无奈了 第81分钟 依靠一次反击机会 埃兰加带球长途奔袭 随后送出传中球 阿沃尼一门前包抄取得进球 最终 阿森纳2比1击败诺丁汉森林 得转身价高达1.21欧元的萨卡 是全场表现最好的球员之一 他打进一粒非常漂亮的世界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